创造101最新排名惹争议! 出道名额扑朔迷离! 粉丝大忽悠黑幕! 最近大热的偶像杨成磊节目《创造101》已经快要接近尾声,每一期节目中小姐姐们都尽最大努力把自己最优秀的一面显露在大家眼前,按理说经过几个月的刻苦练习和舞台展示,每个人都形成了固定的粉丝群体,为他们疯狂打call,努力投票。 所以相对固定的粉丝导致每个人的票数也应该是相对起伏不大的。 但是创造101最新排名却波动幅度比较大,在网上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甚至有粉丝为自家偶像鸣不平,大呼有黑幕。下面就让我们来看一下存在争议的地方吧。 1. 连续武器第一的孟美琪跌下神坛 节目最开始的时候,孟美琪并不是很亮眼,大部分人把目光集中在和她一个团队的吴轩怡,但是随着节目的进行,既有颜值又有实力的美琪很快让大家注意到她。 凭借霸气的台风她被粉丝称为山枝大哥,完美的舞台表现力背后是超强的实力做支撑。 在之后的五期节目中她连续五次拿到第一,被认为是C位的最佳人选,但是最新的排名中她却颠落到第二。 2. 虽然名次也不错,但是大家都明白,C位的优势如同珠穆朗马峰,有谁会记得世界第二高峰呢? 2. 专意 杨云琴紧获15名,跌出出道圈。 凭借不俗的唱功、稳健的台风、善良的性格和鲜明的个人特色深受粉丝喜欢的Sony 前几期成绩一直很好、稳居出道圈,但是最新排名却跌落到15名,让粉丝大跌眼镜的同时也十分恼火 节目前期Sony由于十分随和的性格,和各位小姐姐都热情频繁的互动,所以她成为节目组的宠儿,个人镜头非常多 但是后来莫名其妙的突然被全网黑,甚至被黑粉送带有漫马脏话字句的衣服,被诽谤性骚扰 受这些事情的影响,她在节目中的镜头逐渐变少,有时候甚至一秒计算 这次排名掉到15名更是惹怒粉丝,大呼节目足有黑幕 3.超高人气选手杨超越跌到第8 节目一使这个小姐姐便以耿直的性格和俊俏的相貌吸了一大波粉,她直言来参加节目是为了2000块钱的伙食费,称自己是全村的希望,因为娇好的容貌和呆萌的性格被粉丝称为村花 她在节目中是最有争计的存在,一部分网友认为她没实力没唱功,在这个优胜劣汰的舞台上应该被淘汰 而喜欢她的粉丝则认为她代表了无数平凡普通没有天分而努力追逐梦想的励志女孩,情能捕捉,重要的是她有一颗上进的心 虽然评价两极分化,但不可否认,村花的排名一直是非常靠前的,但是这次却跌落到第8,让众多粉丝惊呼不可相信 此外,实力美少女子宁成绩掉到了第10,上一期逆袭到第2的王菊掉到了14,综合实力很强的强东越大幅度退步到21,而实力颜值人气艰巨的吴轩怡成功登顶,实力超强的才华少女留人宇排名上升到第9 你怎么看待这次的排名呢?欢迎留言讨论哦!